晚上時間一名老阿伯來到公車站 但人卻站上了板凳看路線圖 一不小心可能就會摔下去 超危險 而且臉靠超級近 幾乎就快貼上去 這都是因為路線圖 字太小又貼太高 成為銀髮族地獄了嗎 要這麼記載看得到 你後面就看不到了 實際來到高雄 沿城區的公車站 果然長輩們都覺得字看不清楚 有的擔心站上椅子腳不穩會摔傷 乾脆拿出手機查詢字體放大 比較安全 我那個那個 眼鏡也是看不出來 看不到啊 所以有時候就要看手機啊 就算戴眼鏡也看到眼睛都快花了 是否立刻派包商來丈量 重新化射 網洋補牢 同樣在網路上引發話題的 還有這一件 大馬路上工人坐著 手沉地腳伸直 但下方卻不斷噴水 高雄鳳山鳳松路自來水管爆裂 緊急情況 工人竟然用鐵圍離壓住水管 人再坐上去 就像沖SPA一樣 但水還是不斷狂噴 地挖處淹成小池塘 一直漏水啊 然後水淹進來 自來水管爆裂 工人肉身擋水苦衷作樂 但阿公阿嬤們卻笑不出來 因為公車路線圖 自小又掛太高 得站椅子上貼臉看 搭個公車超費工 並向欺負銀髮族 記得蔡文言王書宏高雄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防 Squid john 良 Imagine 有